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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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19世紀末 阿巴滴街的舊照片 見證了孫中山先生 在香港西醫書院集醫時 居所附近的街景風光 當2017年 賣家向我展示這張照片時 感覺有點震撼 照片中 阿巴滴街和荷里活道交界處 街上的路人欺來讓往 和今天繁忙的交通比較 不枉多樣 照片右方 可以見到 作落在荷里活道 77-81號的阿麗士地製醫院 何啟獲了紀念她的亡妻 Alice捐錢給倫敦傳道會 在荷里活道倫敦傳道會 道祭會堂秘倫 開辦一所現代醫院 英文名是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中文的全名就是 阿麗士尼濟醫院 阿麗士醫院在1887年 2月16日開幕之後 院長文進醫生 就在阿麗士醫院裡 開設了香港西醫書院 孫中山先生 在1886年的秋天 入讀廣州的博製醫院集醫 第二年轉到剛成立的 香港西醫書院繼續集醫 直至1892年 而優異成績畢業 當時孫中山先生 居住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宿舍裡 因此經常參加和醫院相鄰的 道祭會堂所舉辦的聚會 從而建立了日後革命事業的人際網絡 順帶一提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求學時期 唯一一張全世界的照片四大購 其實就是在阿麗士醫院裡拍攝 根據關景良醫生回憶 拍攝日期就是1888年10月10日 地點是醫院裡的割證室 即是我們現在叫做手術室 參照現全阿麗士醫院樓層的平面圖 拍攝四大購照片的地點 就是顯示的部分 孫中山先生在1884年4月15日 入讀位於歌庫街的中央書院 同月26日中央書院 在阿巴丁街和荷里活道交界署的生效社 舉行了奠基典禮 相信當時剛入讀的孫中山先生 都有出席到這次的奠基典禮 由於中央書院是香港當時的最高學府 民間都叫它做大書館 甚至是大學堂 中央書院在1889年遷入新樂城的校社 亦名為維多利亞書院 至1894年改名為黃隱書院 照片左面見到的就是校社的圍場 場上隱約可以見到阿巴丁街的英文街牌 黃隱書院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受到破壞 戰後就搬到銅鑼灣 原子就改建成荷里活道已婚警察宿舍 也就是今天的原創方 而部分原有的圍場保存至今 阿巴丁街全世的舊照片不多 反而香港藝術館收藏了一幅 香港開放初期阿巴丁街的油畫 取景的位置竟然跟我們這張照片差不多完全相同 比較之下 刻然發現舊黃隱書院在興建成校社的時候 將面向荷里活道原屬斜坡的位置填高拉直成為地台 用來興建操場 眾觀照片所見當時已有電燈柱 香港島自1890年10月1日開始就有電力供應 而阿丁市醫院和舊黃隱書院的圍場都很為新正 看來這張照片拍攝的時間 極有可能是1890年代初的事 換句話說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集醫的時候 每當外出的話 眼底所見的就會是照片中所見的街景 當年我們第一次看過這張照片之後 一時忽發其想 照片裏面眾多的路人 會否有孫中山先生的身影在裏面呢?